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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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想 说到了梦想 是不是觉得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呢? 我们从小到大一直都被问 长大后你想做什么呢? 现在我想请观众们 闭上眼睛问问自己 你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呢?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吴雨晗 今天我想来跟大家讲一讲 实现梦想的三样法宝 第一 实现梦想要脚踏实地 社交媒体上不乏对各种各样的成功人士们 百折不挠 勇往之前实现梦想的事迹 当我们听到这些话时 我们就会浑身充满力量 此于我们也会想要像他们一样 实现梦想 轻松地实现梦想 但是事实上梦想 需要一步一步地每天认真对待自己的学业 不断地充实大脑 获得经验 这就是实现梦想的第一要素 脚踏实地 第二 问问自己 你心中的那个梦想 在心里存了多久呢? 你是否想过放弃? 球王梅西四岁的时候开始踢足球 十三岁去了欧洲 但是因为个子矮小被很多人否定 最后他还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三十五岁终于获得了球王之称 同学们 有些人在实现梦想的路上中 一遇到困难 一遇到失败 就马上放弃 我想这不是真正的梦想 因为坚持不放弃 是实现梦想的决定因素 第三 实现梦想要一个强大的内心 我们从小到大都在一个 国际学校的教育下长大 我们已经习惯了当一个优秀孩子 但是事实上生活当中 我们会遇到很多不知道的事情 会遇到意想不到的事情 这时有一个强大的内心 是实现梦想并不可少的一个力量 从脚踏实地 坚持不放弃 到强大的内心 这全部都是实现梦想的要素 有了这三要素 不是说一定会实现梦想 但是会在实现梦想的路上中 有了三样法宝 这三样法宝送给你们吧 祝你们实现梦想的路上中好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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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